這個連續安數怎麼定義的 連續安數的定義呢 一般的定義就是Limit Fx就是等於Fx0 當x去向x0的時候 那什麼叫連續 我給大家一個直觀的一個提起這個動機 這個連續安數是重要的 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那它怎麼重要 連續意思就是說不會斷 是指那個圖是不會斷 那譬如說我這個 這個就不連續了 它跟一筆畫是有點關係的 所以我的圖如果是這樣子 有沒有連續 我沒斷啊 這個就連續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的圖是有這種狀況 或者是 所以這個是OK的 這個是不行的 這個是不連續 有一個點是不連續 其他點都連續 比如說是這種的 這個是複雜一點的 一個不連續 這個圖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這個圖是什麼 是哪一個函數的圖啊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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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分之一 我們有講過嗎 不是嗎 雖然講得有點匆忙 這個類似Sine X分之一的圖 OK 是不是 它在這個軸心的地方 我應該這樣子說 譬如說是這種 這個也不連續 為什麼 這個不能一筆畫 你畫過去以後呢 你要蹲一蹲 跳過去 跳過這個點 才能畫進去 對不對 可是這個連續呢 是比較好的不連續 這個不連續 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只要補上這個點 那就OK了 那這個是第二類的 不好的不連續 這個我們叫做所謂的 Jump Discontinuity 就是它是有跳躍的 有一個跳躍的 那這個是所謂的更麻煩的 因為它在零附近呢 事實上是震盪的非常厲害 那你可不可以加一點 讓它變成連續呢 事實上也不行 也不行 加什麼點都不對 那這個當然也是不連續 所以 什麼叫連續 簡單來說是這個樣子 我說你在X0 這個是你的函數值 你在這個點連續 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從老遠走過來 我在這個點不斷 所以怎麼樣 它一定要經過這個點 你從左邊也是 你可能糊里糊塗 但是呢 當你接近的時候 你要經過這個點 那就沒斷啊 我的一筆畫 就畫得出來了 那怎麼形容這個 所謂的 不會斷的這個 這個 所謂的經過這個點 這個現象 那當然就是limit嘛 不是嗎 我從老遠走過來 當我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我要經過這個點 就是我的limit 當X去上X0的時候 就是要等於這個值 那我就經過了嘛 不是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一般的定義 事實上有兩個定義的 我先考慮一個 所謂的最直觀的定義 所以I等於一個open interval 是在R樓的自己 那我的F呢 continuous at x0在I裡邊 如果很簡單 就是Fx呢 去上X0呢 是等於Fx0 我剛才所表示的 那個 那個狀況呢 是就是 就是滿足這樣子 老遠走過來 你最後呢 要經過這個點 那才會是 不會斷 才是連續的 這個行為 比如說前面所講的 你這邊 你老遠走過來 你在這個點 跳起來 然後 才繼續走下去 所以 那個問題當然就是 那個點根本沒有 沒有值嘛 那如果你的值是有 但是不妥當 比如說在這裡 也不對啊 我的圖呢 就是老遠走過來 然後跳一跳 然後再回來 再走下去 那這個當然也是斷嘛 所以 不是我們想要的連續 那這些也是斷 這個也是斷 這個 在零點糊里糊塗的 也是有一個切斷的行為 所以 這些都是不連續的 這些都是不連續的 這個就是連續的 這個在這個點上面呢 也是連續的 是這個樣子 好 連續函術是我說很重要 因為 如果你仔細 仔細看一下的話呢 仔細看一下我們 在做微分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 它重要了 好 你講微積分呢 不能不講連續 那 Record這個事情 這個fg' 是等於fg' 加f'g 是我們的product rule 這個當然在微分學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對不對 去年老師有沒有導過這個 確認錄當然有啊 怎麼樣 現在不是啊 現在這個是成績啊 欸 那天就是有同學來問啊 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當然是相成啊 如果你是這個 這個 合成的話 合成是這個符號嘛 不是嗎 一個小圈圈啊 一個小圈圈啊 那個是 另外一回事 等於我們要討論的 但是 不是在這裡 這個是成績啊 product rule很重要啊 那個微分的 法規 但是你看那個證明是怎麼樣的證明 我 我要說 你的x加h 我要說它可為 事實上是這個樣子的東西 是要看 f乘积在x加h那個值 跟f乘积在x那個值的差異除以h 對不對 take limit 是不是 那那個時候是怎麼做 那個時候是將 也是跟我們講這個limit的那個分配也是一樣的 是減一項 加一項 減什麼一項 減這麼的一項 fx加h gx 就是 兩個項 這個取一半 這邊取一半 是不是 所以你先扣 這個項 然後再加 加回來 那就沒事了 然後 再繼續 這樣子我的 這個 我的 就可以做一些 所謂的 因事分解 那個目的 跟我們在做limit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trick是很重要的 減一項 加一項 然後h在哪裡 h就分配進來 對不對 那假設f跟g各自都有limit 你這個不是去向g'x嗎 當h去向0的時候 當h去向0的時候 就是g'x啦 那這個就是f'x啊 這個就是gx啊 所以你有這個符號fg'再加f'g' 所以 f在哪裡來的 從這裡來的 為什麼是f 為什麼不是f的x加h 是說 當h去向0的時候 這個f of x加h 就是去向fx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因為f是連續 為什麼是f是連續 因為f是可為 它必然連續 我不需要加什麼條件 我原來就知道它可為的 它自然連續 因為它連續 我這個公式就是很漂亮的 就做出來 沒有什麼模糊的地方 是清清楚楚的 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連續是重要 還不止的 如果你了解一下這個logarithm啊 exponential函數的那個微分 也是要用到連續的概念 這個微分公式才可以導出來的 這個不是說 當然也不是很複雜 但是概念上就是 我們很清楚的了解 這個連續這個概念 連續這個事情是在裡邊 有一個角色在裡邊 這點我希望大家同學 了解得出來 那這個是因為 這個是因為 你的 不是嗎 不是嗎 這個事情跟我剛才寫的那個東西 不是一樣嗎 是不是 是這回事 那還不止的 連續函數 還有一些很好的性質 大概在這個章節裡邊 大概在這個章節裡邊 我們要討論到 要討論到的 要討論到的 就是 所謂的極值定理 我們說一個連續函數在一個有閉區間上面 有閉區間上面 它一定有它的最大值 而且它達到的 什麼叫達到 意思就是 它裡邊就是有一個點 它是最大的 也有一個點 它是最小的 這個點呢 可能是在端點 可能是在裡邊 沒關係 反正就是有一個點 跟 譬如說 你開區間的話 你就沒有一個點 譬如說開區間 等於x好不好 你的最大點是在邊界上 可是邊界你沒值啊 你不在定義域裡邊 所以這個所謂的 maximum fx 沒有的 不存在 在這個 是沒有的 that's not exist 是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這個點 這個是做什麼的 我跟大家說 當你做微分的時候 我們當然求極值 就是怎麼樣 微分等於0 微分等於0 然後呢 在微分兩次的時候是小於0 那這個是極大值 然後極小值 那個是很方便的公司 是微激分的其中一個很大的用途 找極值 但是 在學理上 如果你要 斷定 這個點是極大點跟極小點的話 你做這個微分的動作之前 你應該 先問 有沒有最大點啊 如果沒有的話你找什麼 你仔細看一看你們的那些教科書 都會有討論到就是 確實有最大點 然後我就利用微分的方法去給我找 找那些所謂的0界點 然後一個一個比較 找出我的最大的那個 是這樣子的 這個整個學理上的那個步驟呢 應該是先利用這個極值定理去確定 有的 然後再去找 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這個 這個在學理上呢 是重要 那還有另外一個 說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中間值定理 它說什麼呢 它說 如果我 一個函數定義在一個B區間 然後呢 當然這個是一個等價的一個命題了 如果FA是小於0 FB大於0 摺 怎麼樣 它是連續的 你就一定要通過這個X軸 它必然有一點 它是等於0 OK 那這兩個定理呢 是我們在這個這個章節裡還是要是核心來的 是核心 那為什麼他們是核心 因為它 第一他們重要 第二 他們要用到完備性功力 他們的證明 嚴格的證明 事實上在整個數學歷史上呢 搞了起碼100年的 就是找不到怎麼證 那都覺得它是對的 找不到反例 但是證不出來 那一直到完備性功力出現了 有辦法了 我們在上一兩章 那些什麼Bosano-Wastras定理 就是可以幫忙去證明這兩個定理 那還有這個章節還有一個命題叫做 均勻連續 均勻連續 Uniform Continuity 這個又是一個小題目 那希望大家均勻的 這個到時候我再來解釋了 那這幾個課題 我們起碼有兩週會在這裡 就是一個一個的給大家討論 好 那當然我們還是從definition出發的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然後呢 我們先考慮一個epsilon-delta的definition 跟這個呢也是等價的 可是呢 就完完全全用epsilon-delta 發覺呢 它那個討論呢 比起limit的定義呢 還要簡單一點點 然後從那邊出發去 去講我們這個連續的函數的性質 好 我們先break 這樣子一個函數 一二三 我就是一二三 那 這樣這個函數 我可不可以講連續性 可以的 現在我們這個定義呢 是可以講的 怎麼樣子 就是 我譬如說我要考慮 在二那個點 它是等於三 那我就 對於任何的epsilon大於0 我的delta是什麼 你的一二三是個列的 我這樣子看吧 就是 一是等於一 二是等於三 三等於二 是這樣子 那 我的delta呢 是選取就是等於二分之一 為什麼 因為 你跟二的距離二分之一呢 你就將所有加點都排除掉 事實上只有一點 滿足那個條件的 是 對於所有x在1裡邊 x跟2 小於二分之一的話呢 事實上就是表示說 我的x呢 就是等於2 因為這個集合就是我的1 我只有一個點 然後我的fx呢 跟f2的距離 當然就等於0嘛 還有什麼 就是小於ε 好 是不是 那我不是滿足了我剛才的條件嗎 對於所有的ε大於0 我就找到一個delta 這個delta我設定的 只要 只要 跟2的距離 小於delta的話 函數值 的差異 就是小於ε 完完全全就是跟我這個定義呢 是 吻合的 因此 我就說 這個函數 在2這個點呢 是連續的 那這個 可能大家會覺得有點詭異 那 事實上是跳動的 可是呢 因為定義欲的一個 一個 那個所謂的有點離散 所以呢 我們 我們是根據一個 所謂的一筆畫的 這個想法 去 設定我們的這個定義 那 當你這個定義呢 給它 定下來以後 你的所有的行為 都是要 我們所有的推斷都是要 根據這個定義來處理 那根據這個定義 這個是連續的 OK 那 當然它是一個 滿特殊的狀況 那 我們可以期待是什麼樣子 我們期待 好 我再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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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呢 譬如說是 01 去R 01去R 我們考量就是 F是 continuous 0 那 這個不是一個開區間 尤其是 0這個點 是 一個 端點來的 所以 我只能用 2的這個定義 來去看它 就是 if 對於所有的Epsilon 大於0 我找到Delta 大於0 那 只要 x在01裡邊 x跟0的距離 大於Delta 就會 imply 我的Fx呢 跟Fx0呢 是 小於 Epsilon 那這個就是它的 那個 定義 你要 連續的話呢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定義 要寫得出來 好 好 那 當然 我們小心看它的話呢 就是 你x在01上面 而跟 既然它在01上面的話呢 它 當然是大於等於0嘛 所以 這個所謂的絕對 直式上是可以去掉的 是去掉的 那 我是說 你這個 當然是 imply 對於所有的Epsilon 大於0 我的 對於所有的 x 在01裡邊 這個 x-0 是大於Delta 小於等於0 是不是 Sorry 小於Delta 大於等於0 就會 imply Fx 好 我實際上想說是什麼 想說是 所以這兩個東西是等價的 這個我想很清楚 想說是 這個 是不是我們的 所謂的 右極限 講這個事情 x在0的右邊 然後 它跟0的距離 小於Delta 大於 大於0 如果大於等於0的話 是對 後面是成立 那絕對大於0 當然後面也成立 所以這個是一樣的 然後返回來呢 事實上這個等於0 也是一個trivial case 那你帶0進去的話呢 左方就是0 所以這個結果一定是對的 所以 我想說 我想說 我想說就是 用這個Epsilon Delta的語言來講 我們在一個B區間上面連續是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 相當於在每一點都要連續 而在每一點連續 尤其是在左端點連續是什麼意思 意思呢 就是它的右極限等於它 這個是大概我們可以預期的 用Limit來講的話呢 就是右極限等於F0 那如果在1那個點是連續的話呢 就是它的左極限是等於 是等於 等於F的1 就要考慮左極限 所以跟我們的直觀是一致的 但是我們還是考慮這個所謂的Epsilon Delta的那個符號 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這一段的結論是怎麼說 所以 把這個Example 2 我們這樣怎麼說呢 我們就說 那個F呢 是Continuous 在每一個點上面呢 我這樣子說吧 它在每一個點上面連續 然後你在開句間上面連續的話呢 我就 就可以用Limit來討論了 在開句間上面連續呢 我可以用Limit來討論 然後你在端點 你在端點上面連續的話呢 你就要用左極限跟右極限 那在A那個點來討論連續的話呢 事實上相當於就是一個右極限 在B那個點 討論的話呢 就是相當於一個左極限 那如果你這三個部分都成立 那你就是在整個AB上面呢 就是連續 這個是我要加註的 然後從這裡這樣子看的話呢 就是我的Epsilon Delta的這個定義呢 對於連續來說是一個普遍 而且跟我們的直觀的那個 那個意義呢 基本上還是吻合的 直觀的那個直覺 基本上還是吻合的 有沒有問題 我就在這裡加一個remark 就是這個Epsilon Delta的 Definition of Continuity 就是more general 是更普遍的 而且是一致的 我不需要一陣子又考慮左極限 一陣子考慮右極限 我就是反正這Epsilon Delta 就寫下去就 就沒錯了 是這樣子 我們還會給一些例子的 還會給一些例子 那有關連續函數啊 什麼是連續函數啊 什麼是連續函數啊 之類的的東西 但是在做這些例子之前呢 我就先建立那個理論 那 理論是什麼 一樣 跟你們一樣 加減乘除 然後這次再做一個合成 有同學提出來這個合成 那 合成函數的 連續函數 連續函數的合成 也是一個連續函數 而 這些東西 現在做起來 都是非常簡單 原因 我們有Sequence的這個工具 那這個跟前面是一樣的 所以以下的 這個部分呢 是標準的 F是連續 在一個點上面 弱且為弱 隨便一個Sequence 在1裡邊 Sequence XN XN去上X0 馬上就會導致 FXN去上FX0 那之前呢 我們在Limit的時候呢 我們是要求這個XN 要在1裡邊 可是它不能等於X0 因為X0是一個 那個點呢 有可能沒有定義 有可能非常古怪的狀況 我們只看 考慮周圍 不考慮當點 但是連續呢 那個點 好好的 我們沒有關係 大家當然在大一的時候 學連續 當然知道一個事情 一個函數是連續 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 有Limit 第二個 有函數值 第三個 Limit等於函數值 不是這樣子嗎 我們在寫這個的話 是有三個事情 左邊 存在 右邊 成立 等號 三個事情 那 既然函數在X0有定義的話 我就不會怕它啦 如果XN等於X0的話 它的值就是一樣 當然 這個受戀 是 也OK的 所以我不需要去排除 那個X0 那個點 成為我的 數列的其中一份子 是這個意思 所以 這個命題就來得更簡單 比起Limit 那 證明 事實上都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呢 我就看成是我們這週的CT 那 返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 反回來 都使用反正法 都一樣的 就是 假設不成立 那 假設這個 這個 EFNA 是 not continuous 在X0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 會有一個 就是 將這句話否定 就是 存在一個Epsilon0 大於0 對於所有的Delta 這個Delta呢 我們上次都是這樣子的 就是 選取一個 將它離散化 選取一個數列 就是 等於N分之一 我都 都有一些問題 都存在 某一個點 在E裡邊 這個點呢 跟X0的距離呢 是小於Delta 但是呢 函數值的距離呢 卻大於等於 Epsilon0 是這樣 這個是X0 那既然它跟X0的距離小於N分之一 當然是 就是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 你可以用夾基 或者是用 EpsilonDelta的 EpsilonN的講法 就是 我們當然知道 就是說 那個XN 一定要收斂到X0 作為一個數列 它一定會收斂到X0 它是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接近 OK 那 但是呢 它的函數值 作為一個數列來說 它就不會收斂到X0 因為它跟X0 永遠都有一個距離 but 這個 limit FxN 不等於 Fx0 甚至於這個limit 有沒有存在 我都不知道耶 從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所以 這樣子說明什麼 說明 這個事情不成立啊 我們有這個前提 缺 沒有這個後果 那就是有一個矛盾在裡面 就矛盾我們的 FxN 必然要去向 Fx0 那 因此 就是有一些東西是有問題的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於 就是說我們當初是假設它不連續啊 所以它必然連續 Has to be continuous 一定是要連續的 一定是要連續的 那 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這個3.6就給它完成了 好 那我就會用數列來 來 來 考慮啦 比如說 假設呢 我的Fg呢 都是 連續 C-O-N-T 在一個點 那這樣子的話 就表示說 把這個3.6呢 意思就是 隨便一個sequence 在1裡邊 XN 趨向X0 就會imply FxN 趨向Fx0 不是嗎 連續嘛 那然後 另一邊 GxN 也趨向Gx0 因為G也是連續啊 那 這樣子的話 F加G會怎麼樣子 當然是要去向 Fx0 F加G的x0 對不對 因為他們拆開來 就是 FxN加GxN 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相乘 也是一樣 這個是數列的性質 這個之前 我們已經做過了 那還有 還有什麼 also 我們的 存量的乘法 Kf的xN 也是要趨向 Kf的x0 因為 因為作為一個數列 它就是 K乘以一個 YN 那 YN是有極限的 所以就OK了 然後 F除以G的xN 就是要趨向 F除以G的x0 這個 by definition 就是 Fx0 除以Gx0 是這樣子 那 當然 這裡有條件的 就是這個分母極限 是 不0 它可以正 可以負 但是不可能是0 那 這個 又是一個 一個 定理了 這個是定理3.7 我先正了 才寫這個命題 因為 太順了 我已經正了一個定理了 這個定理我寫出來 就是說 如果FG 是從E到R Fx0 則 我的F加G K乘F F乘G F除G 如果Gx0 是非0 我的F加G F乘G F除G 如果Gx0 這四個 這四個 所謂的 函數的組合 Are all continuous at x0 這個就是我的結論 我們 當然是 先 將最基本的函數 給它了解清楚 然後當我了解清楚以後呢 我只要將這些函數 給它組合 加減乘除 甚至說合成 希望呢 就是 他們 我可以 從這些簡單的函數 變成一些 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更複雜的函數 他們都是有連續的那些好性質 我要找出連續函數的一些 越來越多的連續函數的例子 是這樣的 接下來呢 就是要到合成 composition composition of functions 那這個合成是說什麼 那這個合成是說什麼 如果我現在呢 F是從E 到U 到R樓 好 然後呢 Fx0呢 是在U 好不好 那 如果 我的F 是 continuous 在X0 在X0是連續 而G呢 在Fx0 這個點 在這個Y0 等於Fx0 這個點 也連續 Continuous at C-O-N-T 這個是我的縮寫 Continuous at Y0 等於Fx0 則 我的G circle F 這個是 合成 那 在X0這個點呢 就是要連續 那這個合成呢 這個定義就是 就是 G of F of x 它在X那個點呢 定義起來 就是這個東西 它就必然在X0這個點呢 是連續 用Sequence講這個呢 是非常好講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對我認真來說 就是這個空間已經夠用了 你隨便一個XN 去上X0 那 你的F是連續 所以 FxN 去上 Fx0 你可以看成這個FxN 是等於一個YN 去上一個Y0 那 然後 這個YN跟Y0 就是在G的 定義域裡邊啊 所以 G是連續 G是連續 就表示說 G of YN FxN 一定要去上 G of Y0 是這個意思 G of YN是什麼 就是 G circle F of xN G of Y0 是 G circle F of x0 那就做完了 所以G circle F就是 連續 Continuous 在X0 好 那就做完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個F 它是從E到U 還是從E到 這裏當然要小心的 我不需要它E到U啊 它可以多一點點 但是 當然你講的 有一個 我要小心一個東西 我只要 我 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G YN 我希望 G of YN 也是要去上G of xN 所以這個YN 我要保證它 在裏邊 1到U 也OK啊 事實上是一樣的 好啊 好啊 就寫1到U吧 那我這裡就不用寫了 甚至這個我也可以不要 我就寫X0在1裡面 好不好 這樣子省掉一行 這個內容更簡潔 這樣就OK嗎 所以剛才Chiru同學就說 我這樣子會比較 會比較清楚 而且比較簡潔 當然我們的目標 是在X0這個點附近 那 萬一AF呢 有一些點 它是引出去U外面 事實上我們也不抗拒 只是說 這裡的 這樣子的設計就 在我們做證明的時候 是比較簡單 我可以說這個是例子 第一個 Limit X X去上X0 是等於X0 這個當然是對的 你可以用Epsilon Delta 的定義去出 那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 我的AF呢 從R去R 是 使得 那 就是 Fx等於X呢 是 連續函數 是 Continuous X X 利用 利用那個 成績 我就知道 那 然後 那個 所以 它的組合 比如說多項是 Px Ax 是等於 An的 Xn 再加 加到A1的 X 再加A0 這種的 An皆多項是 那 它就是利用3.7 我們就知道 它當然也是連續 那 最後就是 Px 除以Qx 每一個都是多項是 這些有理函數 Rx 那 也是連續 只要 It's Continuous 只要我的分母是 非0 就是 我的分母 Qx0 是非0 那 它就是 連續 對不對 我們有一些 Fact 在裡邊 就是 我們碰到的 所有函數呢 都是連續的 而且都可以證明的 清清楚楚的 譬如說 那些 Sine函數 那六個三角函數 Tangent Secant Cosecant Cotangent 那我們這樣子寫的 我說 它們是在 它們的定義域上 是連續 什麼叫定義域 譬如說 Sine跟Cosine 當然就是整個R 可是Tangent不是 Tangent 在二分π 在N加二分π的時候 事實上是沒有定義的 那 那些點除外 其他點 它都是連續 那 我們的Tangent 是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二分π 二分之三π 二分之五π 這些地方呢 它都沒有定義的 那同理這個 secant Cosecant Cotangent 都有些地方沒有定義的 沒有定義的 我們不管 那在它定義域裡邊 每一個點 它都是連續 那 同理 我們的 指數函數 反正我們碰到的函數呢 都是 非常好的 A的X方 Ln的 或者是Log的A X A大於1 這些函數呢 也是 連續的 所以連續函數是一個很大的類別 而且它有非常好的性質 Continuous on their domains 在它定義域 譬如說 在Log 我們來說 這個X就要大於0 那個Log的圖 是怎麼樣子 這個圖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是Log的圖 這個是A的X方 這個是Log的AX 它們都是連續函數 那 這裡我用所謂的Facts 來說明 我們還沒證 但事實上是可以證明的 我們晚一點 去做這個事情 好了 今天我想就來到這裡吧 我們大概介紹了 連續函數的基本定義 那 第三呢 我們就可以 進去兩個大定理 حANS 我們可以進去 我們可以進去 裏面 我們可以進去 裏面